我通常都會形容它是拿著光劍的武士 光動到哪裡它就什麼東西就會被切到 我自己本名叫劍榮 我出去的時候都會叫非玩不可 對於雷切我喜歡玩這些結構 做出我想要的任何東西 我在嘗試其實各種材質我都有測試過加工 比如說紙我也想要做 我壓克力什麼呢我都去玩PVC什麼那些 我都去加工過了 我會讓自己的東西都存在一個可擾式結構 因為我會希望人家看到就知道是我 那可擾式結構就是把木材有規則的破壞 讓它不需要受到加水的方式就可以自然玩軀 它的原理就只有一個條件 有規則的破壞它怎麼破壞而已 小時候家裡不是很優渥 所以只要有東西我都想要把它變極致 雷射加工它最耗的是板材的尺寸 把某個結構做得很酷很厲害 那個一定是要的 但是我會更沉迷於在某個方塊尺寸裡面 把一個材料用到淋漓盡致的這個感覺 這樣子的挑戰對我來說是很開心的事情 我在大學以前的高中只學的是電腦多媒體 學校當中不會特別去教雷射加工這種東西沒有 只是學校有幾期要繼續想去摸去學 我出去的相關的工作當中 加工工法叫做刀膜 那種加工技術到後面其實很多都是被一些雷射加工打樣的部分被取代了 我學的畫圖技巧就剛好用在這種領域非常方便 而且剛剛好 我會把創作設計這間特製開發這件事情當成我最喜歡的 教學是因為音源機會 而且也剛好有這機會去教人家 我到別人那邊教的時候 其實他們會有窘境啊 因為我的尾拉他們不能正版使用的話 那所以說我就轉系統 轉到INSCAPT這一套 它是自由軟體 而且大家都可以自由下載 我都會在開場的時候就說 我今天要教的不是程式控制機器 我要教你繪畫圖就可以控制機器 它不像3D列印機 就是印下去它就成型 你必須把它切完之後 再加上你的手作能力去把它組裝完成 我比較喜歡的是組裝的這個過程 這個過程比按完就印出來 那些感覺還要有成就感 讓他們一直在摸東西的這件事情 我會一直強調這件事情的感覺是怎樣 就建立那個情境讓他們去理解一下這樣子 剛好就是我會臉色加工 我又畫向量圖很厲害的時候 那我覺得就是目前我還蠻喜歡這種的結合 跟我現在在設計的方向 在這個領域上把它具象化的時候 我覺得更興奮 所以說對我來說 這是一種很開心的轉化的過程 我是覺得還蠻樂在其中這樣子